在篮网上一场不敌快传之后 作为当家球员的凯文杜兰特 对球队在这场比赛的整体表现并不满意 我们太放松了杜兰特说道 我们上篮不中或是失误都让他们得到快功 就是教练说的那样 我们不配赢得这场比赛 当一支球队有这么多球员缺席时 我们放松了 你认为你不会输掉这样一场比赛 在纸面上 篮网是联盟中有最好天赋的球队之一 而不敌快传的比赛 更多原因确实可能是态度问题 另一方面 篮网队内伤病报告已经更新 这其中拉马库斯阿尔德里奇 因为右脚酸痛被列为篮网下一场对阵灰熊的比赛 出战成一的球员 不过除了阿尔德里奇之外 篮网伤病报告并没有其他更新 这意味着乔哈里斯和凯里欧文人会继续缺席 最后需要谈及的是 篮网官方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球队当家后场詹姆斯·哈登 在上一场对阵快传比赛的得分和助攻几锦 而上场比赛 也是哈登本赛季第七次砍下三双数据 以及第四次砍下至少30分的数据表现 在那场比赛中 哈登能得到全队最高的34分12篮把 和13助攻的三双数据表现 只是篮网最终还是不敌多名核心球员缺席的快船 也在近一半 能够尖数据表现 因时候我们来说 一双数据表现 一双数据表现